天主上帝 我们的神 创造我们的 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 恭敬地来敬拜祢 我们在你面前祝福来敬拜祢 为祢试下救恩 祢试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定时之将复活 祢我们也谢谢祢 愿祢试下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一切问题的答案 祢我们谢谢祢 愿祢试下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一切黑暗的亮光 但是祢求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祢是答案 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祢帮助我们了解到 祢是那黑暗的光 但是我们的黑暗在哪里 我们心中的黑暗 我们社会的黑暗 我们的国家的黑暗到底在哪里 祢帮助我们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当我们对祢有许多的祈求仰望的时候 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困境 天佛师 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 你让世纪运行 你让寒流 台风 各种雨都能够顺势来运行 但是我们却也面对整个台湾这十几年来严重的干旱 主我们知道祢是那达 耶稣祢是那达 但是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如何在缺水的时候再次反省 其实祢已经是我们足够的水量 在台湾这块的保地上面 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善用 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储存 我们也常常有许多的浪费 以至于我们现在没有水可用 但是恳求祢再一次的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百姓的殖民 原谅我们过去对祢所赏识的忽略 原谅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罪迁 帮助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再一次的来想起 祢是那一位创造大自然的主宰 很求祢再次试下春雨来滋润大地 来滋润台湾 滋润中国大陆 滋润非洲 许许多多的地方 他们都缺水 天父我们也谢谢祢 因为祢是带领我们 带领王精彩牧师临近传道道母当中 来服侍我们 来带领我们 或许我们也肯求祢 差遣更多你的传道人到永福教会 跟我们一起来为主灵的国 为天国来努力 帮助我们众基兄姐妹 也愿意俯伏在他们的领导 他们告诉我们的方向 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帮助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 乃是要服侍人 不是要受人服侍 学习基督你的样式 我们服侍人 也不是要做 所谓很光鲜亮丽的工作 而是很简简单单的 打一个招呼 是一个Hello 打一通电话 我们建立起 在足底里面 爱的团结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最大的 就是爱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亲人 看见我们 彼此相爱 就看见 我们是主灵的门徒 主帮助我们 釐清 我们怎么样去想 衡量教会的着照 是我们做了 建了很大的建筑物 还是做了很多的丰功伟业 做了很多的事工 还是我们在主灵里面 彼此相爱的心 被掌浅 帮助我们 不容易 去爱那些 不值得我们爱的人 去体贴他们 帮助我们 开我们眼睛 去爱到 那些社会悲怨的人 让他们 能够在主体的教会里面 得到安息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一个时间 一起祷告 也恳求你的圣灵 来掌权 带领整个会众 带领一经传道 他所要传讲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 有清新的头脑来听 然后 欢欢喜喜的 带着这样一个使命 回家做见证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祈求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 读一段圣经 圣经记载在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三十四三十五节 这段圣经 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用华语圣经来念 请弟兄姐妹仔细来听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四十到三十五节 这时候我们请 一经传道来为我们正道 他所要正道的题目是 永不改变的命令 一经传道